本台记者秋晨7月24日洛杉矶报道 为对抗疫情缓解因执行防疫令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 蒙特利公园市批准了该市首家中餐馆开辟户外用餐区 业者表示正等待洛杉矶县防疫禁令的进一步松动 若获准业者将在停车场开辟晚餐用餐区 因加州疫情严重 两周前州长下令暂停餐馆堂食 此前刚刚看到一些希望的中餐业又面临巨大压力 为缓解压力 让餐馆继续生存下去 蒙市推出了允许业者在户外开放餐饮区的项目计划 即只要业者有需求并提出申请 蒙市经考察后会发给餐馆临时开业执照 让他们在户外甚至停车场开辟餐饮区 或蒙市批准的首家可在户外开辟餐饮区的 海宝巢月酒家24日上午或户外餐饮区 临时执照 并开始接待客人 该餐馆的总经理陈长和表示 方便客人 就要不需要拿回家了 就坐着吃 当天中午 餐馆的户外用餐区摆放了10张餐桌 客人多时全都坐满了 他对户外用餐区首日开放的新营情况表示满意 此前一周 该餐馆只是外卖早茶食用的港式餐点 陈长和说 海宝巢月酒家共有750个席位 疫情爆发之后生意相差太多 他盼望洛杉矶县能够进一步松动防疫令 开放晚餐户外用餐区 为此 他已向新政府提出了申请 若能获准 他将在餐馆前的停车场搭起遮阳棚 再摆放好桌椅 让客人在户外享用晚餐大菜 在蒙特利公园市积极推动餐馆开辟户外用餐区的市议员饶饮帆 希望能有更多家餐馆抓住机会 开辟户外用餐区 我们已经在推广 上了很多家在打电话 而且也在发信给很多家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更多会有种外卖 许多市民对能在户外享用美食期盼已久 饶饮帆说 目前到市政府申请开设户外餐饮区 临时执照的餐厅约有10家 他与市府工作人员也在打电话或发邮件积极联系 与推动更多商家利用这一机会 他希望能以此协助大家渡过难关 然而 蒙市市区相对拥挤 一些餐馆想提出申请可自身条件不足 饶饮帆举例说 有些餐馆的停车场地面是倾斜的 无法开辟户外餐饮区 蒙市周围城市已有许多餐馆开辟了户外用餐区 有些城市如帕萨迪纳市 甚至将宽阔的马路封闭 以支持餐饮业的生存 该市在大马路上摆餐桌迎掏客的业者表示 马路餐饮区虽不能让生意回到正常水平 但可缓解不少压力